拜君之将 大将韩信奉汉王刘邦之命去攻打赵王 韩信要率兵通过太行山一道极窄的山口 警刑 赵王及手下大将陈瑜集结军队独守警刑 赵王的谋士李左车提出了锦囊妙计 大王 警刑路窄不能容纳两车并行 汉军的机养一定在后面 我们应该抄小路去截断他们的机养 他们得不到粮食 进退两难 不出十天必然白走 韩信得到此消息后 很钦佩李左车 嗯 李左车真是个有才略的将军 可惜赵王太愚蠢了 部队马上进攻 但千万不能伤害李左车 谁能申请他 重赏千金 在韩信的精心策划下 这一仗赵王被扶你 李左车被申请 韩信把你走车静坐上 李将军才略过人 韩信十分钦佩 哎 拜军之将不可以言用 请不必客气 如果赵王接受了您的建议 那么所谓的拜军之将 一定是我而不是您了 成语拜军之将有两种意思 一是切实无能 二是抱怨无法施展才能